也是一样的 你看着嘛 卢尔鲁也一样的 你卢尔鲁可能现在 现在玩的人还多 所以还有点新人在那里练 一个道理的 一个道理的 卢尔鲁这个盘子 那么大情况下 他只要稍微有点不行的话 可能就 就往下 或者有个新游戏出来 马上火了 怎么样的 马上崩了 对不对 如果有个新游戏出来 一下很火 怎么样怎么样 职业体系一做好 马上就没人练了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一个游戏 你说你一年就练得出来 一年练出来 你就连把前面的那些 顶尖玩家都抄了 那说明这个游戏没深度 啥子都练得出来 那说明 真的就说明这个游戏没深度 DOTA DOTA也很难练练 DOTA一样的 DOTA拿来新人练吗 你妈的新人去练也打不出来的 DOTA很难练的 也一样的 任何游戏都这样的 任何你觉得非常好玩的游戏 你觉得你经常会去玩的 这种人与人对抗的游戏 你都是很难打的 真的 你没深度 那说个锤子 那是个能练的出来 好了 来了 让我NOK对全太阳 没必 我可能五年前就知道这个ID了 是吧 黄哥 我可能五年前就知道 MAYB也是个老逼了 他说FAKER一年 不是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一个游戏上来一年 你就能把所有前面的人都捶死 那说明这个游戏 就比如说他可能 这个游戏就刚上来 是可以的 上来就野兵 你上来是很厉害的 你上来上来这个游戏 他本身前面的人也就只练了一年 那你是可能 那是可能的 你练一年 是会得上来的 这个游戏一旦打了个五年 打了个十年 你妈的你 你试试看 你去追这些前面的人 我靠他转弯了 纪律性还是侦查了一下 三明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吗 你觉得没错 那要么前面的人都是傻子 我靠 你妈的练了五年 然后你上来一年就把他们干了 不可能是傻子 一个还可以 就还还蛮多人玩的游戏 怎么可能都是傻子 对 你只你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游戏刚上来 你可以的 那妈的 那别人早恋你三个月 晚恋你晚恋三个月 那区别不大的 对 一个游戏只要上来是这种 上来是练了个五年时间 那你没机会追的 对 所以即使你不准备 一阶子建设 你可能会准备它 你可能会准备它 但他们可以准备它 对 对 但如果你得到一阶子 它可以 对 所以如果你准备一阶子 它是非常好 但农民拖的 直接要弄死 农民拖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别人又没干嘛 你家里面先插个管子 也是回事啊 他主要是三兵 可能想不到 这个其实 五个机枪了 继续甩 但被围了 还可以 其实呢 他全程甩的还可以哦 甩的还可以哦 四个农民 地保好不了 反正就强坏嘛 让他弄坏了 不愧不愧 让他弄坏了 其实刚才这种局面 你稍微等等 等后面就 基定了六条狗 对吧 等你这六条狗过来 他有点急刚才防的 太急了 这个真的是 太急了 对 这机会好了吧 这个好了有点烦哦 有点二啊 这个有点二啊 本来是完美守住啊 地保还打得到 我也闭手的住啊 地保要掉啊这样啊 我记得 软刚刚刚好像被 这种打死过很熟齿了 他 哎呀 太尴尬了 这个地保又打不到 极底 他一定要去 跟人家拼一枪 三并赢 这个甩机枪跟两并 还是有区别 对 机枪要多几个 这个真的是自己的问题 判断的问题 对 他都觉得手下来了 然后就想 把那你那个 那个地保给 直接拆掉 这可以啊 哎呀 你们说的什么 这种什么练一年 就练出来的 那是因为你就认识 他一年 他在这一年之前 他肯定练了很久了 是不是吗 对不对吗 你说那些踢足球的 比如说梅西 你说他17岁 进巴萨 他是不是16岁就开始踢球 才踢开始踢球吗 那不是的呀 他很早就去巴萨 清训营练了很久 他才连出来了 我问他妈 他妈10岁就开始踢球了 毛 他不是才开始 他10岁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的 肯定是那种 肯定很小 你妈就接受专业训练的 之前肯定也一直在踢的 对吧 你说那个 你说你们说那个打 打卢阿露 那个JK勒 怎么17岁就出来了 他你妈估计很早就在打了 他是可能13 14岁就在打了 他可能那种比如说16岁 或者15岁的时候 被别人发现了 然后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业余的 顶尖选手了 你说这没错 你像Sero 你说起来 他好像一年时间起来的 他你妈 13年12年就在练了 在之前可能你都还不知道 他是 他是不是还在家里面也练的 你知道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个 已经是一个顶尖选手了 Zergs are not getting to show anything today Zergs are incredible crash Zertosa Well this is how it should look If you're feeling like the late 你这些人真的黑 我靠 Zergs late game is looking really really strong So why not just not let Zergs into late game That's what we're seeing here And that's what they're going for 真的真的能 真的能够 比如说我就是比心计 心计就像我们 你真的能够打到 我不说打到李平台这个时 你打到 你打到什么 解释 探机 或者是挨重 你天赋一柄三年 你都需要很长时间练 我说天赋一柄三年 而且现在练起来 要比以前练起来快 因为以前走了很多弯路的 现在因为你不需要走弯路 你上来接受的是最新的体系 而且练习方式 这些要比以前要更科学 要快点 以前replay那些没有 或者有些练习方式 学习方法 没有现在那么成体系 你看Ronganok手上那个手 你看右手左手 哪个职业选手手上没 你看再看 左手右手看到没 说的没错 哪个职业选手手上没这个东西 这都是练出来的呀 鼠标手 这就是 不是不是鼠标手 你这个 因为你这个是职业病的 就主意啊 对 他们说我也有 说明你们平时用电脑 用的有点不多 我也有的呀 曾经 曾经我也有 现在没了 现在没有了呀 曾经有的呀 现在没了 没声音他耳机 我是没什么天赋呀 不你再有天赋 你还是要个苦练练 你们有天赋 你就会不练的 他们说我没天赋 我是没什么天赋 我就是个普通人 但说实话 你们到38岁了 有我这个实力 也不容易 是不是吗 黄哥 现在这个实力 可以吊打 15岁到30岁 所有的这么观众 好不好 不是说所有吧 我都37岁 我现在37岁 你们现在 你们到37岁的时候 有我这个实力 也不容易 你现在可以吊打 他们所有人 好吧 99%的人 我的天赋就是忽悠 我没什么天赋 哎呀 我没什么天赋 你们没有人比黄哥 在星际这个实力上强 不要再说了 我没什么天赋 我就是傻 就是苦练 说实话 你说你没天赋 这个倒是真是真的 是的呀 没什么天赋 就是傻 因为你知道吗 有很大一批人 都喜欢就 不管是 妈 足球还是吃鸡 都喜欢看你第一视角 因为就觉得很蠢 你知道有时候的选择 哎 你看别人打 都觉得别人很蠢 实际上 不是啦 有时候你真的很蠢 然后自己其实也 就你妈 就好像我刚才 我跟麦克尔赛倒地 你救了麦克尔赛的 然后麦克尔赛也没发现 我的选择里面舔包一样 没有啊 他说他救你啊 他也要打个疯蛋了 他说他救你 然后让我 让我去架枪 我就去架枪了 你架个毛 你在舔包 我在打药当时 他在打药当时 好了 哟 你们这些什么情况吗 要打那么拼吗 他就赶着去解说吗 还是怎么样 各种野兵 全太阳变成马路了 这般人野两兵 今天你妈的比赛 有点快啊 好事啊 我们早点睡觉 打那么快 各种野兵 搞不懂 咦 莽爸为什么没去扶兵 你吗 他92年 莽爸也没了 那个没了呀 那个PS3明年没了呀 莽爸顾名活都92年 那你们的爱豆王怎么办 爱豆王 可能会有人要吧 你觉得有人要吗 王哥便宜啊 王哥多少钱 王哥好像就100美金 100美金 那你妈也比莫迈卡贵呀 干嘛 王哥比莫迈卡强呀 哇哇不是有6000封吗 哎呀王哥比他强 你相信我 你买美金买个爱豆 不贵的呀 大家说是国手是吧 对的呀 那你也不贵 哎呀哎 哎哎哎 哎哎都好 大家全都挤出来了 哎呦挤出来 这个都是假的呀 他过一会儿 两个死神来了 但是妈的作为一个爱豆 就100美金是不是有点廉价了 哎呀王哥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但别人是赞助他去打WCS的 我去了解了一下国外的俱乐部嘛 他们工资都很低的 他们选手主要要求是去参加WCS赞助 你知道吗 就一般来说的一些选手的工资都降了一个 克莱姆你知道吗 这个法国2002年的个小孩子 打的还可以吧 那个人才350美金 350美金 对呀很便宜的呀 那不是跟我当时在妈妈M1M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说他出去打比赛的话 就会就会有那种赞助 你知道吗 就会有就会有WCS的赞助 他们主要是为了去打WCS赞助 他想的很传的呀 你们的靠工资火那还不如回去领地宝 好 全天下这边是直接Rash之后直接删开啊 也没有前期用自己这个科技块的优势去打 然后我看到他们什么时候 有很多靠工资金 但是你能不能破坏那壁吗 像他还是要准备一个阶段 还是要说 什么什么呢 我们也说什么 哎呦 这是什么套路啊 踩开 他抱狗吧 他抱狗 直接踩开一波 看我去你们战队 要交多少钱 还要一个吧 他不会搞笑吧 他你们还要两个 才踩得开吧 他不会搞笑了吧 他你们用过 用没用过这个战术啊 他搞笑了 你妈的他没用过这个战术吧 这个地方要四个才踩得开的 没用过没用过 这些职业选手在搞毛啊 他拖两个上去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还在想 我在想你妈两个踩 开吗这个地方 但我也不敢怀疑他 我想他妈的他既然做出这个动作 肯定是练过的这招 他现在在给人族压力 我踩了之后 你是不是就不敢不敢出来了 只能看那边 那我再去运营了 哎呀妈的这职业选手 原来也是他妈的 就是什么 随手就把战术打出来了 现在职业选手没有以前那么严谨 对 罗格纳罗克我可 妈我如果是以前的卡斯法这方的选手 犯这种失误的话 我估计他妈回去被教练 你妈直接血藏了 我简直开玩笑了 这种 来了带火车的这波 但站的很不错 这火车有点多 你撞了第一波还有 下面加了 但是有那个 有那个防了上面 打没了呀 那个 不还好 还好 然后房子还起 他里面转机械化 他们说地图记错了 不可能的 他估计就随手想起来这么搞一下 对 他以前都没去踩 他没去踩过 这个不现实 他肯定以前没去踩过 然后随手就去 就去踩一下 突然的创意 甚至我觉得这个战术 可能是别人跟他说的 你去踩一下 他自己都没试过 然后他就觉得还蛮靠谱 这个时候我抱一拨狗 对吧 对 然后去踩开 然后穿进去 说明韩国选手现在也很不严重 换以前的选手不可能 判这个战术 他肯定是试过无数片 他否判才会在这个地图上用这个战术 轻手 the crappy theory behind it well that's as tricky as you can get but it's so tricky it's really terrible 啊 农民站的到还可以 the given up to be tricky is insane 抓不到了装了走吧 我靠 这就让他装走了 潇洒走一回 撤 造气矿取消就可以再采了 你妈你也是个云玩家 我靠你妈哪个哪个玩家说的 你怎么打星期一呢造个气矿取消 星期一是可以的 星期一你造气矿取消 那个矿就没了 星期二你妈不行的好吗 不不有一个办法 我告诉你怎么这样 你先踩两下就这样 然后你造个气矿 然后你把气拿出来 然后再去踩一下 然后再把气拿出来 再去踩一下就好了 毛你妈的不可以的好吗 谁告诉你可以这样搞的 现在版本不可以吗 以前我知道可以 不可以的 哪个版本都不可以的 星期二哪个版本可以 像你那么踩的 我挖三下 然后我挖个气 然后再挖一下就没了 不可能的 他们说可以吗 我记得有个版本是可以的 现在绝对不可以 一会儿就试嘛 黄金的这个气况 这个高能瓦斯已经挖起来了 这个对于拳战来说 打击的话是非常有利 打赌 他们要跟你打赌怎么办 我都不信 你敢不敢赌 现在 那么多人都赌 算了 你这妈就不能坚持一下自己观点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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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们气势压倒了 你妈的 这种就跟德州一样 你妈上来他们窩了 你妈的 你这些很虚拟你知道吗 虽然你又跑 但是你就感觉对方你妈是四条 算了算了 忘记这件事情啊 这个就像德州一样 你想德州你妈的那种 上来跟你窩印的下人的一笔 牌还没看窩了 然后他告诉你他有四条 这难打了 这张忘道开 如果坦克才架住就死了 你看那个新的蓝天还是挺有劲的 改了很多东西 我看到了 反正下个版本 就是布林达康结束之后的那个版本 整个战术体系全部变了 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打 不过呢 这也只是蓝天 对他后面还会 他会 山山山加加的 这个东西 就肯定是这样的 他觉得 他实验了一下 觉得这个不好 他就改 他们说我说黄乌龟 我就是黄乌龟 咋了吗 人生就不能当两次乌龟吗 咋了吗 只是跟你刚才你妈那种义正言词在那边说这种 你妈的就那种偷 反差 就那种偷鸡的 然后最后被别人你妈的直接 all in的 你有点虚现在 虽然你也不知道对面是不是偷鸡 但是你很虚 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牌呀 那你确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能 就不能踩了再换的 我确定是不能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上吗 我记得是不能的 但是我怕我记错 那你为什么不敢上 万一我记错了怎么办 哈 什么的 真的 真的怂我好 记错这种东西有可能的啊 这火炸 然后虽然说吃掉了这面坦克 但火炸 也损失很大 也损失很大 那怎样打 让他闹开是 还比较轻松的啊 感觉比较轻松的 不要再刷了 黄哥很稳的 很穷稳的黄哥 不会那个的 黄哥曾经拼过 然后什么俘虏被四条打死了 还有就是 黄哥其实不不拼也是为了你们好 不想让大家丢人 所以你们黄哥理论是对的 对不对 你们不是很丢人吗 那么多人 你们都被说成云玩家 黄哥不想这样 大家各退一步 算了这件事情 好不好 大龙出来了 但这边科技还是完全压制的 别人大鹤都已经出来了 哎呦 这家锁被锁成马 你觉得这么大吗 对不对 他看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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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关系 对 对 我确定他看了一个 一个 因为他踏了一个 然后他踏了一个 然后他坐在那里 我记得他没有打后期的能力 上次打那个 打那个谁 打那个马路 也是 各种后期被干 对 我说 可能你对了 对 对 似乎他不认为真实的 对 对 对 那么不认为 不过刷一下就好了 还好 Tierrensen在爆大河 这种战损机很伤的 没有感染从 这个 打架根本就抓不住 他慢慢要蓄 他没刚开始没那么多气 这个局面你现在换 让什么Sero打 我觉得Sero 虽然是有点烈啊 这重局虽然 但是Sero能打回来 你信不信王哥 嗯 有机会吧 我觉得上有一次Sero 很烈的情况下 他都扛了好久 对啊 对啊 这码头 这题外真的是各种骚 大河炮也起来了 他就是这种姿势的 他就是这种姿势的 这种姿势的 他真的在看什么 他就要准备 这种姿势的 他就要准备 这种姿势的 我媽的,這最後四個大哥太有氣勢了 太有氣勢了,最後這下 然後那感覺今天一點機會都沒有啊 第三場,迪斯科 那不就贏了3比0啦 這場地圖是人組地圖啊 那樣也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那天不,那天我聽說 就是氣勢不是最後沒出現嗎 胡亂哥很傷心 他們去實驗氣礦跟水晶互彩 這麽不是傻子都知道的嗎 氣礦是可以跟水晶互彩的啊 不是,孫哥剛才不是說的是氣礦跟水晶互彩啊 我說的,我說的是就是你 孫哥是彩,他不是比 你說造一個氣礦,然後氣礦跟水晶互相彩 那肯定氣礦跟水晶互相彩 這個是可以的啊 這個你媽是個人都知道可以的啊 那你理解是什麽意思嗎 我理解是你,我以為你說的是 比如說你說我拿一個那個 我抱一個氣礦,對吧 我就踩兩下這個 不是,你不是要挖幾下才能把那個水晶挖掉嗎 對啊,挖掉,你說你挖三下 然後你停一下,你就挖一下氣礦 然後你回來再挖一下,那個水晶就掉了 不是,我不是兩個農民吧,對吧 你的意思就是造一個氣礦,然後氣礦踩完 然後去踩水晶,踩完水晶再去踩氣礦,對不對 對啊,這個是可以的啊 這個是可以的啊 呵呵,你媽 這個是真可以的啊,這個你媽啥子都知道可以的啊 大家不要再說了,黃哥沒聽清楚好不好,不說了 不是,這個是可以的 我你媽打星期打了十幾年,我這種都不知道 我還跟你們打個錘子 呵呵,黃哥沒聽清楚,我剛才 不是,我真理解錯了,我真理解錯了 這個我是真知道的啊 呵呵,呵 不,你媽的,他們傻逼的事情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嗎 呵呵,他們現在要討伐你好嗎 哎呀,我怎麼招不住了 呵呵,媽那麼蠢的事情我肯定知道的啊 呵呵,黃哥剛才沒聽清楚,這種事情黃哥肯定知道的 哎呀,我招不住了,我招不住了 呵呵 呵呵,你不是在SARCRAP1嗎? 不是在SARCRAP2 因為有在SARCRAP1,那是815嗎? 因為有在SARCRAP1,那是815嗎? 噢,那是真的,那是真實 呵呵,好啦,看比賽,我們看比賽啊 這邊RUNLOK三開 你們兩個並沒有選擇野兵 他們說我是烏龜會員 我真是沒理解錯了 不不不,黃哥,你也不要再說其他人 我是個傻子,好不好 偶爾當一次烏龜又怎麼樣 沒有,我真聽錯了,我真聽錯了,真聽錯了 我真沒理解對,我沒理解到你說的對 我沒理解到,我沒理解到 我沒理解到 算了,算了,不扯了 兩船兵了 兩船兵,提出房子 兩船兵其實現在沒什麼用啊 對,關鍵是提出房子的開始的話 你這兩船兵就肯定是被偵採的 但打不打人家的東西呢,我不知道 這要看雙方的操作 那天繼續說,那天不是被幹了嗎 然後聽說Currock很傷心 非常傷心,我靠 他以為他們對出現他可以來中國了 完全估計就這一次,明年也打不了 明年又沒輸本,他們對的老闆是輸本粉絲 對 未來的,我們說未來肯定中國戰隊會越來越 只要心急這遊戲,對吧 還有比賽,有人看,有比賽 暴雪也沒放棄 那戰隊聯賽肯定會繼續做下去 那做下去的話,那肯定中國戰隊還是希望能夠 就是吸個水嘛,說白的 也不貴,是不是 這不會 咦,拿走,拿走一走 所以到最後,你實力強 自然協會有俱樂部要你 對,對不對,你可以稍微一點架 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也不能太誇張 但是稍微一點架,我覺得這是沒有問題 還是看你強弱的問題 對,選來洋是選擇了以前馬路的一個戰術 一攻的這個,一攻三兵營的這個槍兵 然後帶兩坦克一波 在六分鐘左右就可以出門了 漫頭,他這個興奮劑也不用快 哦,不是,他這個兩坦兵也不用快 反正就在外面晃一晃 過一會兒等後面那一拳 對 不急,不急 現在最重要的是清軍坦,清掉,特別清掉 待會兒要進攻路線的軍坦 換,裝了差不多走 不過話說回來,Crank也沒什麼好傷心 反正他們也打不過金 你說的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多點傳統俱樂部進來 那這個要跟他們聊的呀 而且你要去越做越好他們就會進來了 對啊 這個我覺得能不能多點傳統俱樂部進來 好了坦克炸了,哎呦 強行打 強行他要秒開這個地方 他肯定要秒開,不秒開嗎 這不是卡死了嗎 靜號打開了 看操作了啊,全太陽這裡 坦克能不能秒掉圖爆 距離感一定要很好 這個操作全太陽沒問題 家裡面被投了 家裡面 問題不大 哎呀,這個圖爆 全太陽雙眼可以哦 又繞狗了 這女王被殺崩了啊 沒事沒事沒事 他後面包,他這孔狗是要包 但後面又有一個坦克 接回來 接回來 但這邊怎麼辦 坦克能不能秒毒爆 秒了一個 哎呦,但槍兵沒死啊 這全倒 這要操作死了感覺 這感覺要操作死了 坦克雖然死了 他這個坦克收了一個 不收可能都打死了 女王女王沒女王了 如果聯絡直接點 哎呦 哎呦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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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太陽 化身為常威 殺人全家 我靠 全教主有點東西啊 這個TVZ 牛皮 3比0 其實全太陽現在 算是韓國第二人 對 對啊 第二人 還是那麼強 全攻打 都可以 有五個人的做好 成功 尊重